为了让社区的长辈透过制作手工馒头来活动身体 并且透过工艺馒头的故事分享 鼓励长辈走入社区乐活 普里镇公所邀请致命的工艺馒头 情报仪及林坡夫妇 到普里镇办理15厂共23个社区 让爱心馒头的幸福能够在普里镇社区内来传递 这次邀请了馒头姐姐爱心馒头到普里镇 来教我们社区的长辈做馒头 总共这一次有15个据点 然后有23个社区来参加 在这些场次里面邀请了我们社区的阿公阿嬷 一起来大家来做馒头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过年年前大家有爱心做爱心馒头 又可以快快乐乐过新年 馒头姐姐秦宝仪表示 除了让长辈一起做馒头 帮助长辈活动筋骨之外 对于故事分享跟到阿嬷社府团体的分享内容也有区别 对于年轻人是鼓励他们乐于分享 而长辈们则是鼓励他们年老了要为自己而活 多到社区与大家互动 让晚年生活更快乐 那如果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是快乐来自分享 因为如果老人家这个课的时候我们也会引导 如果老人家这个课的时候我们也会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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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人家这样做自己 都不记得自己 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孩子的世界 所以我要鼓励他 现在什么最重要 我们的工作不是烦恼 小孩烦恼 烦恼孙也不是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健康 先月林芳宇表示 在馒头哥哥及馒头姐姐的指导之下 社区长辈将爱心逐入馒头之中 相信所做出来的馒头也会相当的好吃 也让长辈在自己动手制作馒头的过程中 更有成就感 我相信贯入大家的爱心用心 还有馒头哥哥馒头姐姐的爱心灌溉 我相信这个馒头一定很好吃 一定又Q 又软 我相信这种带动方式 下去做我们传统的馒头 对于这种正常的时代来说 是一个真心的感觉 而且可以吃到自己所做的馒头 我相信不管好吃该吃一定是赞的 副委长潘一全肯定 埔里正公所邀请爱心公益 馒头请保姨夫妻 到埔里23个社区 来教导长辈制作爱心公益馒头 也希望公所能够规划更多的公益课程 让长辈们在社区参与活动的同时 也可以为社区公益尽一份力量 记者陈文一 埔里正采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活动